据路透社8月28日报道 美国至少有33个州拒绝执行特朗普政府在24号修改的新冠病毒防控指南 他们认为应该继续对暴露在新冠病毒中但是没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 据悉之前美国疾控中心的要求是任何在短时间内接触到病毒 甚至是暴露在可能有病毒存在的环境中的人 哪怕没有任何症状出现都必须无条件的接受检测 因为根据美国疾控中心7月份发布的一份指南 40%新冠病毒感染者没有症状 50%的病毒传播可能在有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针对这两种情况无条件接受检测 对于当前的美国疫情的防控是有必要并且十分有利的 但是在24号美国疾控中心突然修改了这项规定 从原来的强烈要求密切接触者做核酸检测 变成了在密切接触之后并没有出现症状的人是不需要检测的 这一举动迅速遭到了公共卫生专家的质疑 美媒在26号爆料 称之所以会修改这项规定是因为疾控中心收到了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 甚至有联邦卫生官员透露 指南根本不是疾控中心写的 这一消息被曝光之后掀起了舆论的热潮 之后新冠病毒检测事宜的联邦负责人布雷特·基隆尔站出来 针对万切提出的将公共安全政治化的质疑给予了反驳 坚称该决定与政治无关 他承认白宫参与了新指南的制定 但是也强调白宫方面只是给出了建议 并非是全程参与 而且他指出这项新指南的制定是和专家进行过讨论 共同商讨出来的 金罗尔所提到的专家就包括了疫情小组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 但福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的会议 因为当时他正在手术室里并且是全身麻醉的状态 所以参加会议是绝不可能的 福奇也对疾控中心所发布的新指南感到担心 因为这不仅会让公众降低对于无症状接触者的警惕 还会恶化美国现在疫情的形势 同样为此感到担忧的还有纽约州长 他对于新指南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安德鲁克莫表示新指南的规定是不合常理的 甚至是荒谬的 他强调纽约州是绝对不可能按照这个指南执行的 并且还呼吁其他州也不要执行 现在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指南 显然是并不适用于目前美国严峻的疫情形势的 疫情防控迫在眉睫 如果只想着掩盖 那无疑是对本国民众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